有朋友在check room裡面問京東今天升了8% 他昨天就賺了5%就走了 我猜他有點不開心 雖然賺了錢 他說什麼價位可以再入呢? 現在追就無謂了 今天還要大熱口 看回消息兩樣東西 昨天中概是彈得厲害 還有高盛是暢好的 看到他都看好京東的業務 所以就爆上去 來到300元就是之前那些支持位 我覺得你不要硬拼了 贏了錢贏少了不要緊 都有贏了 我覺得你下來 看看有沒有機會去大概290元以下 之前因為在12月22日的時候 曾經去到287.4元下來 我想那個位置應該是有一點支持狀況的 我想你當290元那些位置 下樓下才去買 現在不要心急去搶著 你反過來 除非他真的這麼厲害 站穩到300元再爆 你反而可以反過來去追 然後用300元做紫善 我覺得兩個部署 是 是 實際上 到3290元 等一下 猜疑 好 你們 我 你